主料,小公鸡一只,盖折磨715克,辅量,葱20克,姜10克,盐5克,五香粉3克,美极鲜10毫升,酱油10毫升,花生油30毫升,清水,白砂糖5克,芭蕉2克,桂皮2克,花椒2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小公鸡斩块。 蒸馍泡软洗净备用,葱姜切片,热锅下油,放入鸡块,翻炒出鸡油,加入八角,桂皮,花椒炒香,再放入葱姜翻炒出香味,再加酱油,美极鲜翻炒出香味,加水,盐,五香粉,白砂糖炒匀,大火烧开,盖盖转小火炖30分钟,再放入蒸馍炒匀,盖盖再炖30分钟关火。 盖盖即可,烹饭技巧,干震膜非常的脏,一定要清洗干净,一块不要猪水直接炒制,不要加味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